這裡是青春山海線的著名打卡景點 來到這裡你可以看看海踏踏浪 還有豐富的景色 想拍高質感影片的話 來到這裡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素材哦 教大家可以用0.5倍鏡 這樣就可以拍出石門洞非常雄偉的感覺哦 充滿完用手機拍照或是錄影記錄就是一定要的啦 但是明明去的是同一個地方 有些人就是可以拍出那種高質感的照片或是影片 自己拍的好像就少那麼一點點的感覺 所以今天呢小編我要來教大家 如何讓你的旅行紀錄片變身成質感大片哦 走吧 想要拍出高質感大片 首先你有美景就成功一半啦 在新北有青春山海線 串連巴黎到貢寮山雕角 沿海的美景是怎麼拍怎麼美 而且呢美得非常有特色 就像是一串珍珠項鍊一樣閃耀又迷人 讓你拍高質感大片可以事半功倍哦 新北青春山海線有非常多個景點 小編就精選了幾個特色景點 首先第一站呢 就是全台最北端的燈塔富貴角 這邊在四五月的時候 還有季節限定的抹茶地毯老梅綠石槽 是許多攝影師來這邊必拍的景點哦 接下來就要教大家拍攝技巧啦 首先第一個技巧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構圖 在拍攝的時候要記得把手機的這個格線打開來 把畫面的主體放在格線三分之二的位置上 剩下的三分之一呢就留給天空 這樣子拍出來呢會更有美感哦 在富貴角的旁邊有石門洞 這裡是青春山海線的著名打卡景點 有著天然的拱門景觀 走進去之後可以看到白色的貝殼沙灘 還有豐富的潮間帶 小魚螃蟹就在你的腳邊 而且旁邊的拱橋呢 也是這邊的著名打卡景點之一哦 來到這裡你可以看看海 塔塔浪還有豐富的景色 想拍高質感影片的話 來到這裡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素材哦 接下來呢要教大家的拍攝技巧呢 就是運鏡啦 記得你在運鏡的時候呢 一定要保持畫面的水平穩定狀態 千萬不可以這樣子亂晃哦 而且在移動運鏡的時候呢 記得一定要整個身體的重心 跟著一起移動 千萬不可以只有手這樣子在晃 這樣拍出來就不好看啦 那呢在拍攝石門洞的時候 教大家可以用0.5倍鏡 這樣呢就可以拍出這個 石門洞非常雄偉的感覺哦 青春山海線有台灣最北登塔 也有台灣的極東點三雕角 這裡呢是每天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方 也是雪山山脈的起點 同時也是觀賞龜山島的極佳位置 而且這邊還有個特色哦 就是你從空中俯瞰的話 你會覺得三雕角很像一個大拇指在比賽 也因為這樣子呢 這邊也有很多比賽的裝置物 這邊還有很多白色的建築 所以搭配這些優美的景色 看起來就很像來到地中海旅行一樣哦 也因為這邊呢非常有異國的風情 所以像是偶像劇啊 婚紗照等等的 都很多來這邊取景 如果你想要拍有異國風情的旅遊紀錄影音的話 來這裡準備坐哦 最後呢要教大家的拍攝技巧呢 就是要學會運用光線 在你拍攝的時候呢 一定要盡量順光 並且呢把光源判斷 設定在你要拍攝的主體上面 這樣拍起來才會漂亮哦 今天教的拍攝技巧 大家都學會了嗎 來新北青春山海線呢 除了今天介紹的三大景點之外呢 精彩的可佈置這些哦 還有野流女王頭 浮龍沙雕 獅頭山 跳望金山海岸 這些著名景點 都是新北青春山海線的景點哦 四季來都有不同的特色 每次來都有全新的感受哦 現在就趕快準備出發吧 最後我們就來看看今天拍攝的成果哦 深北青春山海系最終色的 會不會再拍攝的 後面 播放 飛行 開 超級別的 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